江汇封麦演唱会再度释出台北厂1440张门票 一个小时就被抢扣一宫 主办单位宽宏艺术表示 四点开卖 一上线就造成10万人抢购 不仅宽宏网页当机 民众在超商购票 也不断出现错误讯息 比较买几张 两张 民众冲到便利超商购买江汇演唱会门票 但系统又再度当机 不管怎么点 就是出现错误讯息 写服务人数已满 尝试了二十几分钟 才好不容易进到选位的阶段 却又再次出状况 不是这个也不进去 就算选完票券 想完全购买程序 却还是出现订购错误的讯息 汉红这次释出台北厂1440张 4800元票券 四点开卖 一上线10万人抢购 量成系统当机 五点就已经销售一抠 最近是网络跟上次比起来 都一样 没有比较进步 宽红网页又再度挂点 直到4点27分 才恢复正常 而红基收票网 没当机的网友批评 输入认证码 不断出现错误讯息 民众再度抢购江汇演唱会门票 就怕错过 歌手武思凯在第二场 与二姐枪会合唱 他在点书留言 何等的幸福 可以和你一起再度演唱 这首现场绝版的 请进出我们花篮的贺词 欢迎后悔再开金上 而二姐江汇也在脸书说 闭眼感伤情绪 还是无法克服 第一首都是哽咽唱完 昨晚的探歌舞 酷酷地跳完 觉得自己跳得不错 不过还可以更好 新唐牙电视胡专翰 赵云婷台湾特别彩统报道